您好 即使在追逐的途中 有可能会以放弃自己真实的东西为代价 历尽沧桑的老年人会对财富两个字嗤之以鼻 他们认为不过是妨碍人们幸福的一种罪恶 是人类犯罪和堕落的根源 而第十个人这本书就折射出了作者 格雷厄姆·格林的财富观 他以戏剧化小说的形式 利用主角夏瓦尔和詹夫耶的妹妹之间的悲惨情节 把财富和人性死亡的关系 毫无遮掩地袒露在我们的面前 再看一看书名第十个人 这是什么意思呢 在表面上的意思是跟书中的剧情有关 在监狱中由于关押三十个人的监狱 无法再支撑三十个人的食物 所以监狱长规定 必须从中选出三个人来赴死 在经过讨论之后 众人决定采用按顺序抽签的形式 主角夏瓦尔抽到了死签 并用自己的一切财富交换了 第十个人抽取的活签 也就是生存的资格 而整部小说也是由此开始 可以说这第十个人正是整件事情的源头 深层次的含义 则是来源于古罗马的第十个人法则 在十个当权者做出重大决定的时候 如果九个人都做出了 有利于组织最合乎逻辑的决定 那么第十个人必须站在相反的立场上去思考 在监狱里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 生命比财产重要 而穷人詹佛耶却认为 能留下的遗产比生命还重要 他的这一行动恰恰从反面 印证了当时资本主义对人们生活的压迫 让人们不惜去牺牲生命 去达到让自己妹妹和母亲过上好日子的愿望 对当时一片和谐氛围进行了赤裸裸的反对 这让詹佛耶不愧于第十人之名 这本书的作者是格雷厄姆·格林 英国的作家、编剧、文学评论家 1932年以斯坦布尔列车成名 1950年第一次获得了诺贝尔奖提名 一生获得了21次提名 被誉为诺贝尔文学奖《无冕之王》 1976年获得了美国推理作家协会最高荣誉奖 大师奖 1981年获耶路撒冷文学奖 1986年由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授予英国功绩勋章 直到格林去世 她一直被誉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 威廉·格尔丁将他评为 二十世纪人类意识和焦虑最卓越的记录者 这本书第十个人是一本中篇 却是格雷厄姆·格林的得意之作 这本书在1988年被拍成了同名电影 由奥斯卡影帝安东尼·霍普金斯主演 好那介绍完了这本书的基本情况和作者的概况 那么接下来我将为你来详细的讲述书中的内容 这本书以描写一个从德国监狱里逃出来的律师为引 透露了当时英国人对英国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鲜明态度 也展示了不同的人对财富和死亡的观点 对此我们将主人公夏瓦尔从监狱逃脱 偶遇当年的监狱同伴 拯救詹佛耶妹妹这三件事作为节点 具体分析书中的内容和精华 第一个重点是 主角夏瓦尔用财富换取育友的生命 并将两个人的命运置换 第二个重点是 夏瓦尔偶遇被自己财富害死的育友妹妹的时候 隐藏了自己的身份 第三个重点是 主人公夏瓦尔拯救了 即将被当年的监狱同伴霸占的育友妹妹 好我们首先来看的是第一个重点内容 夏瓦尔在监狱时发生的具体事件 和他在逃出德国监狱后 遇到自己害死的人的妹妹的时的 一系列心理变化 小说的主人公夏瓦尔是一个巴黎的律师 在当年的那个资本主义社会 他的生活优渥 财富积累丰厚 又受过高等的教育 因此当他被德国人抓捕 和几个乞丐流浪汉 一起关押在一个牢房里的时候 他在心里仍然是高傲的 他看不起身边的那些穷苦人 不相信自己会被关上很久 他觉得凭借着自己的财富和学识 会很快被释放 但是噩耗随之而来 监狱的空间实物不足 必须从这三十个人当中 推出三个人来赴死 而死亡抽签的结果让他大感意外 他抽中了死签 突如其来的死亡通知让他无法接受 他哭喊着要用自己的一切财富交换自己的生命 他希望和他关押在一起的人 有人会替代他来赴死 虽然自私 可是在当时 他却觉得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至此我们发现 在死亡面前 一切的教养和财富都会化为灰烬 人究其本质就是动物 生物性占主导 即便平时用一些外物 把自己装点的再美好 那也不过是一件 踏满了狮子的华丽外衣 一旦面对死亡 露出的将是赤裸 且卑微的动物心态 这让我不禁想起了国学大师 纪献林死前的描述 他在得知 自己仅有几个月的生命时 还显得从容淡定 可当死亡来临 他却躺在床上 不断的呼嚎着 给我大量的羊 快救救我 全然没有平日里的那股 超然物外的境界 可见如何面对死亡 如何让自己在临死前 活得有价值 有意义 不会让临死的自己 感到后悔和恐慌 这是人类永恒的问题 在监狱中 祈求拯救的夏瓦尔得到了回应 他没有想到 在这里竟然真的有人 用生命去换取财富 那个人叫詹佛耶 可是他并非是为了自己 他不光是想要以一个 富人的身份死去 他还想给过了一辈子 苦日子的妹妹和母亲 留下一笔财产 和一所在乡下的宽敞的别墅 从这里看出 在资本主义社会下 财富代表的不仅仅是优厚的生活条件 还有富人的这一标签 在那些穷苦人的眼中 似乎这一标签是他们奋斗的永恒目标 在他们的心中 财富足以拥有一切 爱情 教育 亲情 等等 他们甚至不惜放弃自己的生命 来让这个目标早日实现 当监狱中所有人都选择生命的时候 詹佛耶却毅然决然的选择了财富 在这种坚定的情感背后 所展现的是穷苦人对财富的渴望 和横在穷人和富人当中永恒的阶级壁垒 第二天早上 詹佛耶死了 夏娃尔得以在监狱中存活 刚开始劫后余生的喜悦 也迅速的被心中的惭愧所代替 他开始反思 自己用财富为诱饵 剥夺了另外一个人的生命 这是否称得上是一个绅士 为什么自己鄙视的人 现在和自己比起来 更像是一个英雄呢 夏娃尔出狱之后 虽然在心中不断的以自愿 这个借口安抚自己的内心 可是他的良心仍旧无时无刻在折磨着他 自己服刑的这一段经历 也成为他出狱后找工作的一大阻碍 万不得已他辗转各处 最终还是回到了自己 转让给詹佛耶的那个别墅 而出于愧疚 在詹佛耶妹妹的跟前 他也并未承认 自己就是当年害死他哥哥的人 夏娃尔 在此可以看出 夏娃尔虽然懦弱 胆小 可是他仍旧还存在着良心 在资本主义 把他异化成一种 衡量财富和生命的工具之后 他还是保持着 人性中的善良的一面 这也为他在接下来的事件中 翻人醒悟 埋下了伏笔 好的 以上就是本书的第一个重点内容 主人公夏娃尔在监狱时发生了事件 和刚出监狱时遇到詹佛耶妹妹的心态 以及其中不同阶级的人类 在面对死亡和财富时 所显现出来的不同态度 说完了这个 咱们接下来要说的是第二个要点 主人公夏娃尔遇见詹佛耶妹妹一段日子后 所发生的心态变化 和遇见当年监狱的同伴卡洛斯时所发生的事情 在主人公夏娃尔遇见詹佛耶妹妹之后 他不敢说出自己就是当年 害死他哥哥的凶手夏娃尔这一事实 因为詹佛耶的妹妹在这个房子里很是警惕 可以说他一直在等待着夏娃尔的出现 他想看看他是什么样子 他还想在他的脸上催上一口吐沫 接着用双管裂枪把他给打死 用来给自己的哥哥报仇血恨 所以因为财产转移 而身无分文的主人公夏娃尔被他收留之后 仍然不敢袒露真相 由此可以看出 詹佛耶的妹妹似乎比詹佛耶更清醒 他深知生命和亲情对他的重要性 如果他在哥哥的身边是绝对不会答应 哥哥用生命换取财富的要求的 而他懵懂的言行 从中也体现出了作者对财富换取生命的思考 虽然他的哥哥是自愿的 可是把他哥哥推上枪口的 正是那个痴人的社会 如果詹佛耶的妹妹和母亲 有着幸福的生活 他是绝对不会去赴死的 在这个角度下 无论他的哥哥是不是出于自愿 最终的刽子手 都是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 和这个用财富诱惑他的律师 我们也可以看出 在当年的资本主义中 财富就像是一把看不见的匕首 他逼迫着每个人都追逐着他 一旦路上停下了脚步 付出了代价将是贫困和死亡 而在夏瓦尔知道了 詹佛耶妹妹的态度之后 他更加不敢说出真相 在他发现 詹佛耶的母亲 因为知道了詹佛耶的死讯之后 健康状况每况愈下的时候 他更觉得 自己仿佛不仅仅用财富杀了一个人 而是杀了两个人 所以当他假装当年监狱事件的旁观者 来解释当年夏瓦尔和詹佛耶之间 发生了一切时 他不惜捏造细节 为他当时所犯下的罪行开脱 可以说在这里 他已经完全把自己给隐藏了下来 从样貌到内心 全部潜藏在黑暗之下 就是为了那份羞耻心 可见夏瓦尔并不是一个 彻头彻尾的恶棍 他是一个有着良心的普通人 因为他有良心 所以他没有利用自己的律师知识 来要回这栋房子 而他也是普通人 在面对詹佛耶妹妹的时候 他也没有勇气承认罪行 这不免像极了 在尘世间 臣服的云云众生 良心和羞耻心并存 不会做出一些极坏的事情来 可是面对对自己不利的事情的时候 也难以承认 而后面 夏瓦尔爱上了詹佛耶的妹妹 更加体现了他性格中矛盾的一面 他无法分清太复杂的厉害关系 也没有办法太过绝情 只好跟詹佛耶的妹妹 遮遮掩掩掩的生活下去 用平日理的好 来弥补他内心的创伤 和自己内心的羞愧 但是生活却总是不如他的意 监狱事件的见证者 当初三十个人中的一个人 卡洛斯找上了门来 并且为了逃避警察的追捕 坦然的承认自己就是夏瓦尔 这更是给了詹佛耶妹妹 更大的冲击 面对假冒的夏瓦尔 詹佛耶的妹妹 果然如预想中的 吐了一口吐沫 可是他再没有进行 后续的行动 仅仅是吐了一口吐沫而已 这不仅让卡洛斯 蒙混过关 更让夏瓦尔大为震惊 但其实 詹佛耶妹妹的做法 也不难理解 他对夏瓦尔一直处在一种 又爱又恨的状态下 他既憎恨 他用财产杀害了自己的哥哥 但是又实实在在的享用着 哥哥用生命换来的好处 而在没有见到夏瓦尔之前 他可以狠的下心 说出让他去死的话 可是当遇见了夏瓦尔之后 人性中的善 和住在他房子中 这么久所带来的羞愧感 占据了上风 虽然他并不知道 那是假的夏瓦尔 可是他还是无法对他下手 他在心里也清楚的知道 其实这场命案 自己的哥哥也有责任 那到这儿我们可以看出 在这本书当中 没有一个性格极端的坏蛋 每个人都有之不得已的理由 这和我们的生活中类似 有的时候 看似蛮横不讲理的同事 有可能是在为他重病的母亲着急 看似面对歹徒手足无措 转身逃跑的男人 可能是在牵挂着 他还没有放学的孩子 而面对杀害自己哥哥的夏瓦尔 詹佛燕妹妹也无法下手杀害他 为哥哥报仇 可以说两个人都有着各自的理由 来支撑着现在这似乎不合理的举动 但是夏瓦尔从前的育友卡洛斯 正是利用了两人修残善良的特点 他无耻的扮演着夏瓦尔的角色 同时对詹佛燕的妹妹 展开了爱情攻势 又对真正的夏瓦尔威胁警告 想用金钱封住他的嘴 好了那以上的就是本书的第二个重点内容 主人公夏瓦尔遇见詹佛燕妹妹一段日子后 所发生的心态变化 和遇见当年监狱的同伴卡洛斯时 所发生的事情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最后一个重点 在得知卡洛斯想要霸占詹佛燕妹妹的时候 主人公夏瓦尔的心态和行动 以及最后面对财产转移时的决定 在三个人互相牵制了几天之后 另一个改变所有人的消息到来了 当地政府宣布在德国和英国战争期间 签署的一切条款全部无效 那这也就意味着只要夏瓦尔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 然后到当地的法院公正 那么这一切的财产就都会回到夏瓦尔的口袋里 可是这也就意味着他在自己的内心当中 将永远无法面对被自己财富害死的詹佛燕 也没有脸再见到自己钟爱的詹佛燕的妹妹 他的内心陷入到了极大的矛盾之中 可是卡洛斯却没有瞎玩意想的那么多 他在得知消息之后欣喜若狂 把这个消息透露给了詹佛燕的妹妹 并且威胁他说只要自己收回了房子 他就会无家可贵 没有任何谋生技能的詹佛燕妹妹 只能任由卡洛斯的摆布 在这个时候 夏瓦尔终于抛弃了心中那些龌龊的念头 他不再害怕詹佛燕妹妹会怪罪于他 他想要勇于面对曾经犯下的过错 在他坦白之后 卡洛斯果然矢口否认 并且掏出手枪来威胁他 但是经历了这么多事情的夏瓦尔却没有退却 他吓唬卡洛斯 会用手电晃出信号来联系警长逮捕他 而卡洛斯则信以为真 匆忙之间开了两枪 打中了夏瓦尔的大腿之后 便慌忙的逃走了 真相终于大白 卡洛斯开枪之后 詹佛燕妹妹也瞬间明白 谁是前些天杀害警察的罪犯 谁是真正的夏瓦尔 在面对拯救了自己的仇人面前 詹佛燕妹妹心中的仇恨渐渐的消退 他知道如果没有夏瓦尔的挺身而出 自己一定会被卡洛斯 自己一定会被卡洛斯这个罪犯 给战友在这间不属于他的房子里 此刻的他已经不再恨夏瓦尔了 于是他转身出门 想去找医生医治夏瓦尔的枪上 而夏瓦尔则拿出了和他之前在监狱中相似的变签 他在上面签署了另外一项协议 把一切财富的权利再次转交给了这位善良的女士身上 这时候夏瓦尔的大腿血管突然的喷血 但他还是在临死之前签完了自己的名字 在这个感人的结局之中 我们可以看出夏瓦尔的性格转变的是很大的 从一开始的懦弱到中间的掩饰和羞愧 这让我们一度以为夏瓦尔会隐性埋名一辈子 会在利己主义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他一直不安的内心也永远无法归于平静 可是在最考验人性的最后一刻 他还是毅然决然的站了出来 抛弃了自己过往坚守的那些虚伪的面具 勇敢的面对了自己的错误 纵观夏瓦尔的人生经历 我们不难发现 在面对困难的时候 他似乎总是会选择退缩 他在牢中恐惧死亡 回避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 在面对卡洛斯的时候 也没有及时的揭穿他 可是当自己所爱的人受到伤害的时候 他却勇敢的站了出来 这不仅让我们发现 一个人最深处的性格 体现在他面对最值得守护的东西 被侵犯的那一刻 夏瓦尔战胜的不仅仅 有自己一直以来的孱弱的特点 还有那个狡猾阴险的卡洛斯 更战胜的是资本主义下 人类对财富的追逐 和面对死亡时的躁动 在开始时 夏瓦尔不惜用自己的一切财富 来换取生命 并且不断的暗示自己 这是这个时代没有办法的事情 可在最后 他在明知道 只要凭借着自己的律师经验 和当地发布的法规 就能够稳妥的收回自己的房子时 他却选择把房子赠予 占服业的妹妹 这也从侧面证明了 人始终不是资本主义下 被异化的工具 人类始终是人类 是有血有肉 有情感的人类 绝不会为了资本和财富 来出卖人类最宝贵的情感 而夏瓦尔在切完自己变迁上 最后的名字时 内心充满了平静 之前的爱意和恨意 也似乎随之消失 面对死亡 他显得极其淡然 这也是作者给我们揭示的 另外一个主题 那就是 在面对死亡 不慌乱 不后悔的最好办法就是 无愧于自己的内心 无愧于自己做过的所有事 在面对错事时 用自己的劳动 甚至是生命加以弥补 在面对财富时 不贪婪 不多加索取 把它让给更加需要的人 和自己心爱的人 在面对暴力的时候 则加以制止 利用自己的聪慧和体力 对恶势力进行彻底的斗争 那如果我们能够做到 以上几点的话 即便到最后的结果是死亡 那也是死得其所的 好 说到这儿呢 我们今天聊的内容就差不多了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今天所说的要点 首先我们说到了主人公夏瓦尔 在监狱时发生的财富 交换生命的事件 以及在主人公出狱之后 他内心的斗争 和在遇见了詹佛爷的妹妹时 所做的一切和他内心羞愧的想法 其次我们说到了主人公夏瓦尔 遇见詹佛爷妹妹一段日子后 所发生的心态变化 和遇见当年监狱的同伴卡罗斯时 所发生的事情 以及在面对卡罗斯的时候 他内心的复杂想法和行动 最后我们说到了 在得知卡罗斯 想要霸占詹佛爷妹妹的时候 主人公夏瓦尔的心态和行动 以及最后面对财产转移时的决定 和他在击退了卡罗斯后 自己内心是如何归于平静的 他又是怎样思考死亡和财富关系的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总结 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想要每天听本书 请搜索微信公众号 探书 探是探索的探 关注探书FM 我们不见不散 请搜索微信公众号